作为实习老师本身就会被学生欺负嘛 那他们去的学校又会比较那个什么一点 每天就提着一个心去上课 嘿,我是阿图 好久好久,好久不见 这期视频主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我的职业 B站发布了这样一个主题 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 但是在之前我有录过很多类似的主题 比如说怎么在澳大利亚成为注册教师 为什么澳大利亚的应届 教育类的毕业生工作很不稳定 教中文有多难之类之类之类的 这期视频呢就跟大家聊一聊 我在成为正式的注册教师之前 也就是在大学毕业之前 我的教育类的实习经历 每一所学校 就每一所有教育类专业的大学 对于education专业的学生呢 有不同的要求 对于他们的practical internship 也有不同的要求 哪怕是同一所学校 不同年份毕业的毕业生中间 他们有不同的教育经历和教育的一些policy 就是关于教育专业的policy 所以呢我就我当时2015年毕业的那一届学生为例子 以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为sample 给大家聊一聊我的经历 我的第一个实习呢是在一个小学里面做observation 同届的同学有很多是去幼儿园做observation 就是离家比较近的一所小学 就一个学期选十天 你没有课的那十天 就是一整天的时间 去那所小学做observation 我当时去的那个小学呢是一所公立小学 深远还不错 就是不是那种很乱七八糟的学校 学校整个氛围也很好 我去的时候呢刚好是现在这个时间段 就是快要到East的时间 就是快要到复活节的时间 所以学校有很多的关于复活节的活动 我去的第一天呢就是有一个show 小学生每一个人做一顶漂亮的帽子 然后帽子上有一些装饰 每个班级就跟我们国内运动会一样 每个班级就绕长走一圈 第二个班级绕长走一圈这样 来秀他们漂亮的帽子 后来的九天的实习呢 最后一天实习是学校的一些文艺演出 演出结束就放假了 真正跟学生在一起的时间大概就八天左右 但是这八天我也收获特别多 首先呢就是了解了澳大利亚小学的这个课程 跟中国的小学课程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 首先中国小学的一节课是有45分钟时间嘛 那澳大利亚的小学一节课是有一个小时时间 而且没有十分钟的下课时间 他们大概一两节课一起上 然后中间有个recess time 有的学校是30分钟 有的学校是45分钟 就是有一个中间的一个休息时间 然后是有两再上连续上两个小时的课 再中间一个lunch time 最后上一节课 然后就结束了 一般学校是早上9点上到下午3点 一共6个小时的时间 那中间包括就recess time和lunch time的休息时间 那第二个呢不同的是澳大利亚的小学教师 他都是全科老师 就是说每个老师他要上很多很多的科目 那我基本上是每个星期二去嘛 他早上先上数学课 再上英语课 接下来是历史宗教课 最后有一个体育课 都是同一个老师上 当然在我去就是周二之外的课 他也有音乐课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课 那音乐课因为这个老师他的专业不是音乐嘛 他音乐课很难上 那很难上呢 有的学校会专门请音乐老师给这些小朋友上音乐课 那有的学校呢 他是就同一个年级的小朋友在一起 然后所有的老师在一起 大家来听音乐 然后来跳跳舞唱唱歌 历史宗教课可能是很多古类的小朋友 或者老师比较陌生的一个科目 澳大利亚他是有很多不同的文化融汇在一起的 就有一个文化交流的一个现象 所以呢 学习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文化 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目 我当时所在那个学校 他一整个学期的科目就是关于宗教 他一共有三大宗教 就一二三三大宗教 然后呢让小朋友去网上找一些 他们是三年级的小朋友 那个教室里有电脑 那以小组为单位 小朋友去网上搜索关于这个宗教的一些信息 他们可以做海报 可以做手工 就是那种纸板啊 或者之类的东西 做一个关于那个宗教的建筑物 或者画画画那个宗教的人所穿穿的服饰 以不同的形式来展现这个宗教的特点 第一节题可能就是教小朋友怎么打高尔夫球 它是由小学生版的那种比较小的塑料的那种棒 来教小朋友打高尔夫球 我的第二个实习呢是去一个男女婚校 澳大利亚它有很多学校是男校 女校分得很清楚 那也有男女婚校 在我毕业以后 我很少接触男女婚校的学校 我基本上就在男校工作 从来没有进过女校 第二个实习在男女婚校压力也不是很大 因为那所学校的声源也非常好 那我是在北风在高三校区 我当时教的是经济学 那经济学和商科就是business study 有很多共通点嘛 所以我也被要求教business study 还有另外一个taf的课程 第二个实习呢它是教四个星期 那第一个星期呢这个学校它是一个考试周 先考感试卷就过去了 我大概数了一下吧 我一峰教了十几堂课 四个星期教了十几堂课 可以压力不是很大 然后学生也特别的乖 第三个实习就是最后一个实习呢 它是practicum和internship在一起的 前面四个星期是practicum 那后面几个星期都是internship practicum呢它就是有一个supervising teacher 必须要在你的教室里看你上课 那internship呢就是 我可以自己在教室里带着我的学生 不需要有其他的老师supervising 这就是practicum和intern的区别 最后一个实习呢也是运气非常好 我的三个实习都非常好 很大非常好的学校 最后一个学校它是在悉尼 非常有名的男子学校 对它属于男校 因为它从幼儿园到高三都有 所以我不能说它是男子中学 它是一所私立学校 对老师的要求特别高 而且带我的那个老师 他在金兰威尔士州的中文老师里的地位属于很高的 知名度非常高 他对我的要求也有那么一丢丢高 那就是因为他对我要求很高 所以我在毕业以后自己编教材 出事卷这一方面做的会比其他老师得心应手一些 因为我在实习的时候已经受过那些压力 也知道怎么去很快的抓住学生要学的那个点 很多人给我私信留言说我平时上会有什么教材 其实很多中文老师是没有教材的 就是自己编材料 那因为我的第三次实习遇到了一个比较 真的对我帮助非常大的老师 所以呢我在编教材方面没有特别大的压力 除了要花时间以外 我不会很抓狂的说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教学生 我不知道编怎样形式的教材给学生 这就是我的实习经历 我想说我实习的经历都比较顺吧 以至于毕业以后遇到一些比较难搞的学生 我会比较不知所措 我同届的其他同学呢 他们有遇到过的学校真的非常的terrible 作为实习老师本身就会被学生欺负嘛 那他们去的学校又会比较那个什么一点 每天就提着一个心去上课这样 每天都感觉自己身心俱疲 比如说学生会受到学生的欺负啊 有的家长会抱怨说这个实习老师没有经验 怎么浪费我自己孩子的时间来让这个老师来做实验这样 这就是我的实习经验吧 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呢 我也非常乐意很详细地给大家讲一下 我的其中一个实习经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